好 美中高層二加二會談 就如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雙方是在鏡頭前針鋒相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特別關切 中國對臺灣的作為 而學者分析 雙方有意降低外界 對於這場會談的過度期待 但是未來在氣候變遷 在北韓 伊朗等等區議題 還是有合作對話的空間 而我國外交部也說 會後會向美方尋求簡報 外界也預計 華府最後會在今天 對我國說明會談內容 面對面排排座 美中高層二加二會談 才一開始氣氛立刻劍拔弩張 我們也會討論我們深入的關鍵 包括在沈江 香港 台灣 在美國國際化攻擊 新疆 西藏 台灣 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堅決反對 大喇喇在鏡頭前唇槍舌戰 火藥味十足 雙方毫不避諱把一般在閉門會談的 尊風相對 檯面化 少見的將外交戰場上的打太極變成打拳擊 而這回美中會談 台灣也成為華府對北京關切的問題之一 被認為是美國重申對台海和南海的重視 學者還認為美中往來是動態的近核關係 台灣應該審慎以對 不能躁進 我國外交部也表示 美方在會談前已經向我方提出簡報 會後我方也將向美方尋求簡報 外界預估華府最快在二十號就會向台灣說明會談內容 華視省委員就跟黃瑞麟 台北報導